你敢相信有一碗米饭竟然用300只的鸡尾虾来做吗 在电影《食神》中就有这么一碗离谱的饭 说要把米酿进鸡尾虾里蒸熟 然后再用这个吸满了鲜虾精华的米 加极品鲍鱼和极品官业一起做一碗皇帝炒饭 据说这碗炒饭在香港要卖到5000块钱一碗 你敢信吗 首先根据电影里的说法 必须用鲜活的鸡尾虾来酿米 这样才能保证酿出的米粒有足够的鲜虾味 我们在虾的背上开出一道口子 然后取掉虾线 再迅速的把泰国香米给它酿进去 然后将酿好的虾上锅再蒸半个小时 蒸的过程中米粒预热开始吸水膨胀 虾肉中的汁水就会被大米完全吸收 这样蒸出的米饭就会由内而外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虾肉现象 整个制作过程难道是不难 就是真的挺废虾的 300只虾呀 不吃肉拿来酿米 正常人家谁敢这么吃呀 然而炒饭的米是臭气了 就是生了这么多的虾 挺浪费的 这不今天正好中秋节吗 不如就让我心灵手巧的朋友来 全部给他做成鲜虾馅的月饼吧 来 包吧 包完了之后请你吃大餐 啊 快 虽然这炒饭的米算是弄完了 然后接下来还要再花2000块钱买个极品鲍鱼榨汁调味 真的太奢侈了 做包子先要准备一大锅的鸡鸭鱼肉各种胶质海鲜熬它个五六个小时熬出一锅浓汤 再将浓汤中的油脂过滤掉放入泡发好的极品两头鲍 再熬它个五六个小时 使鲍鱼中的香味充分的渗入汤中 鲍鱼越熬越软 汤汁越收越浓 最后熬到这种挂勺的状态 极品鲍汁也就完成了 然而你以为这就完了 最后炒饭里还要加入极品官宴 真的没钱再买了 再加下去 就只能将这些闲置的手机拿去卖钱了 你好 我这边是赚赚上的回收工程师小雪 这个是赚赚乐的十一 这个是落了灰的十三 不得不说 赚赚的这个上门回收手机业务真的太棒了 是你先收到钱再交出手机 真的非常的靠谱 你们家里有什么落灰的手机电脑 都可以去试试看 你看 不知不觉就赚了八千多 正好借了我的燃眉知己 但小姐姐帮助了我 我也不能亏待她了 顺便也请她吃这么大餐 再走吧 赶紧包饭 大餐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得亏我朋友多 拍那么多月饼自己包 得包到啥时候去 那买了燕窝之后 我们先用清水给她化开 再挤去多余的水分 就可以进行最后的炒饭了 米饭中先加入四个蛋黄给她揉散 油热后下入米饭 快速的翻炒 当看到米饭在锅底跳舞的时候 再迅速的下入两勺鲍鱼汁和泡发好的关焰 无需再加任何的调味料 只需大火蒙炒三分钟即可出锅 那么电影时生中的这碗皇帝炒饭 就终于重现了 历时三天 耗费几千块钱 只为做一碗极品炒饭 来招待我的好友 来来来来 大餐终于好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炒饭 这是用了几百只虾的炒饭 来 不要客气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就是有点少 不要客气 来 开始吃吧 不得不说 这我的朋友真的太幸福了 看他们吃的心满意足的样子 瞬间就觉得我这几天的忙碌 全都值了 米粒从内而外散发着虾的鲜香 再配上鲍鱼汁和燕窝的加持 明明看的是一碗纯米炒饭 吃起来却是满口的海鲜大餐 真的强烈推荣尿试试 好吃吧 好吃是好吃 料有点少 啊 啊 那就把你们包的月饼吃完了再走吧 啊 啊